论文中的重要 我个人认为 竟然你多读研究所了 你头都洗一半了 一定要把它写完 一定要把它写完要完成 嗨大家好 我是陆贝卡 不是瑞贝卡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当研究生 如果你在写论文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够帮助你快速毕业 那其实彭明辉教授 他有出一本书 叫做 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册 其实 那时候我们老师 有一堂课叫我们一定要买啊 那我觉得 如果有需要就可以看一下 不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会是 我自己整理出 当时在写论文的时候 技巧那跟大家分享 那我分成人 食跟地 来跟大家分享 像人的部分就是自己本身 第一点是心灵上的 我就是必须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的教授啊 他有八字箴言 他就是说要保持健康 精神愉快 我觉得他讲这句话就是 你就自己去想 你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 才有办法完成这个 不长不短的一个写作的过程 那精神愉快其实也很重要 那我先讲说 就是如果 你在写作的时候 我们都是不是 找那种文献探讨啊 就是完成这张 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最困难的时候 如果你卡关了 不管是找资料的时候卡关 还是你写作上卡关 我觉得那就是代表 你要去找你的指导教授的时候了 我常常就是 有一个点就是自己 你会想个三五天 然后一直想 有时候甚至长达两个礼拜 还在想这件事情 我去找我的指导教授 我一问他 不夸张 他一分钟一句话之间 就是给我一种当头棒喝的感觉 直接把我点醒 我觉得那你何必要浪费那么长的时间呢 所以就是去找老师就对了 如果你有盲点的时候 写不出来的时候 就是跟老师讨论的时间到了 再来呢就是 我刚刚讲到保持健康精神愉快嘛 所以其实 有 你在写作的时候 我知道有些人就可能会闭关 比如说把Facebook刪掉 把Instagram移除什么的 但我个人认为啦 其实在写论文的时候 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休闲时间 像比如说我 我还是很喜欢看棒球 那我其实还是会 看一个机场 当然你 读书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牺牲自己的一点点时间 要不然你没有付出 不可能得到回报 那可能比例上就要做调整 但我觉得不是说 当一个研究生就完全要 封锁你以前你觉得会 让你很快乐的事情 比如说你还是可以跟你男朋友去看电影 你还是可以跟姐妹他去聊天 那就是另外一种时间掌控了 如果当天不小心聊天聊太晚 那我个人啦 因为我其实没有很注重睡觉这件事情 那我就觉得 就是熬夜就是要把它做完 你当天 谁像你一样跟朋友聊那么久 那你就是利用你的 牺牲你的睡眠时间来完成这件事情 那有些人可能不在乎吃饭 那就一餐不要吃 就是省那个时间去完成你本来该完成的事情 那当然最后回归前提的就是要保持健康 好 再来还有就是 我觉得你一定要利用 利用这个词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难听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利用 就是你要利用老师的专业 不过自己也要有点实力 什么意思呢 就是老师可以帮助60分的同学达到80分 但是他没有办法让10分的同学达到80分 我觉得每次每次跟老师约面前 你一定在谜题前要有内容 不然你去找老师的时候 老师可能就会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就来约我 其实大部分的教授应该都还蛮忙碌的吧 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先用一点点东西再去找老师 那还有 你在找老师的时候就是 有些 就是你在找指导教授的时候要跟学长姐问清楚 我知道有些指导教授比较会拖学生啊 就是老师个人的风格啦 那如果你不喜欢的 那可能就是要问一下学长姐那去排好你 就是找到符合你的老师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我有些理工科的同学 他们对于这个好像反而还影响度会更高 比如说做研究的时候老师不让你过就是不让你过这样子 好那这是人物的部分 再来到时间 时间的部分我是觉得你要配进度 什么叫配进度呢 就是你以每日或者是每周为你的进度的一个 安排进度的一个单位 像我个人 我认为以周 现代人都很忙嘛 有时候突然间 比如说你阿嬷生日 你男朋友要给你分手 比如说还有什么 突然谁谁谁要开演唱会 你要去抢票等等的 会影响你本来当日该完成进度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每天每天都在delay 你会觉得很烦 所以我觉得以周为单位是最好的 我个人是认为每一周的结束在星期一天 所以我就是一星期天为一个礼拜的 就是你去看你有没有完成进度的时候 那有些人会认为每周的结束是星期一 有些人认为是星期五 那你就自己去做调配 我觉得以周会比较弹性一点啦 还有一个时间总类的第二点 就是推荐大家一个APP 它是种树APP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我也是看别人推荐的 就是fora这个APP 它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种树 然后你只要一种树的时候 它最小的单位是25分钟 所以25分钟内 你都完全不能去碰你的手机 如果你不小心就是手痒 然后想去点的时候 它那棵树就会死掉 我觉得以善良的人来讲 就是你应该会不想到你的树会死掉吧 那我觉得这就是培养专心度的一个方法 最小大概25分钟 最久最久其实好像也才三个小时 那你可以用25分钟循序渐轻的方式 一个小时用25分钟 然后两个小时慢慢去进步 它最长最长就是三小时 我们以前上一个美语课程 不也是三个小时为一个单位吗 所以其实没有很久 那就是以25分钟来讲 应该也还好吧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训练你 坐在书桌前完成论文的一个方式 就算就算你没有去划手机 就算就算你没有去写论文 你没有去读书 但是你也没有划手机啊 睡觉也好补充睡眠也不错 反正就是控制自己使用手机的那个时间 好再来是地点 地点呢 我认为就是固定地点很重要 不管你今天要在你家书桌前面写论文 你要在图书馆写论文 你要在研究室写论文 反正你下定决心要开始做论文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固定地点 因为我们身体跟我们脑袋 会习惯性的在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觉得你就让你的身体养成 我只要坐在这个位置上 好像有个机关开启一样 我只要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就会这个整个环境 我就是告诉我自己 我要写论文 我个人是比较推 那我当时是图书馆啦 那看每个人不一样 因为图书馆有时候有个毛病 是图书馆会太安静 那我在家里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在家里我离冰箱很近 我就会去喝东西 我就会去吃东西 然后我会翻新 比如说 看一下这个口红 跟那个口红擦起来的感觉 是不是不一样等等的 家里诱惑太多 研究室的话 可能就要看每个学校不一样 有些人是一个人一格 有专属的 然后有些人是大的那个 那个什么桌子 那我个人在研究室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聊天的人 我只要遇到学弟妹 或是遇到 尤其是遇到班上同学 就会一直聊一直聊 完全没有办法静下来 所以我个人认为 认为图书馆 你自己去 不要约别人 自己去 就是最好的一个写论文的底点 这是我自己推荐的 反正就是固定就好了 然后 最后呢 就是写论文 你说论文这么重要 我个人认为 竟然你都读研究所了 你头都洗一半了 一定要把它写完 一定要把它写完 要完成 我之前听过一句话 就是你写论文的时候 你要想哦 你如果不认真 你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论文会不会在你十年后 你会想要去国家图书馆 把它偷出来烧毁 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就代表你觉得很烂嘛 所以 为了不要让十年后的你有这个想法 所以 就利用时间吧 苦就苦 那一点点 然后把它做完 把它写完 完成阶段性任务 还有一点就是实事梗 就是大家都知道 蔡英文总统 前阵子就是被大家讲说 论文什么锁住啊 不能下载啊 没有办法看啊 等等的 你没有办法去预测 你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大人物 你将来会不会有人 非常想去看你的论文 或者是你做各行各业 会不会就是需要被大众 检视的时候 所以啦 就是 还不如 好好在这段时间努力 以后不要 十年后 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有这种 就是你会担心 被大家检视的 这种压力赛 好 以上呢 我讲了 人 时跟地 这三个 大重点 然后跟大家做分享 那 我做一下补充好了 因为我是 所谓的文组的 我是做直化研究的 如果你是理工科 你做的是量化研究的呢 我问一下 我的朋友 他又给四点 我整理出四点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 当你找教授的时候 一样跟教授有关 当你找教授的时候 就是 要先去寻研究室 然后你如果看到很多 硕三 硕四 都还没有毕业的 那就自己判断咯 就是可能知道 自己的教授 可能不是那么毫无 放你走这样子 然后 第二点呢 是跟学弟妹 要打好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 我朋友说 有的时候 你在做研究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吃个饭 然后 他那个研究 有可能是 突然间会产生结果 你要去做记录的 所以你就要请学弟妹 帮你看 那这时候 人际关系就很重要啦 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 你写完论文 你写个段落的时候 你也可能可以 请学弟妹帮你调措字 因为自己 有时候会有盲点 对 那再来是 好 第三点呢 是 pap很多的时候 怎么办 如果你时间不够的时候呢 直接看结果图 还有看摘要的 最后两句话 前沿跟介绍 就不用看了 这是在时间不够的时候 可以做的方法 再来 第四点 不管你的实验 是成功或者是失败 都要去跟 你的指导教授做讨论 就是你要回报你的老师 你到底在忙些什么 还有你要回报你的老师 让他知道这个实验 嗯 就是不管成功失败 就是都要回报 不是一定要做成功的实验 好 这是我理工科的同学 给我的一些 帮助我回馈 给 帮助我分享的一些 嗯 秘诀 好 那 希望大家都可以 顺利完成自己的论文 祝大家毕业快乐 我是璐贝卡 不是瑞贝卡 卡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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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